近日空军轰炸航空兵某师远程奔袭数千公里 在陌生地域未知条件下实施了远程突击训练 上午十点位于关中地区的某机场 数十架轰炸机一次排开进行起飞准备 1189检查好起飞 13点30分轰炸机依次跟进起飞 开始跨越四个省市数千公里的长途奔袭 由于航线距离较长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气象变化非常明显 进入西北地区后飞机能见度逐渐下降 此时测风达到每秒15米 飞行环境由多云的低能见度 变成戈壁滩的风沙低能见度 飞行员只能凭借仪表应对大测风 风沙大测风以及空中强烈的扰动气流 形成了对此时攻击最主要的不利因素 领航员根据作战任务气象特点干扰情况 再次和机组进行协同准备 战机准时到达 实弹突击航路起点 1189请求进入攻击航路 可以 领航员对轰炸系统高度 瞄准猪员等进行检查后进入攻击航线 攻击一次到位准确命中目标 此次实弹突击训练 所有机组首次进入目标区域 全部命中把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